上世纪90年代 韩国瑜踏入台湾政坛 曾担任过台北县议员 及第二三四届台湾民意代表 2001年底 因为在明代选举中失利 韩国瑜逐渐淡出政坛 这段时期的韩国瑜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1993年 身为民意代表的他 在台立法机构里 掌握时任民进党及民代的陈水扁 导致陈水扁住院三天 至于后续 我会自请送纪律委员会 来处判我自己的行为 做错的 用暴力 用肢体语言 就应该接受处罚 2001年首次淡出政坛后 2006年韩国瑜应时任 台北县中和市市长邱锤毅邀约 曾短暂出任台北县中和市副市长 但上任一年八个月后 韩国瑜再度请辞 直到2012年出任台北市 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才又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 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 韩国瑜犀利的嘴上功夫 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 认为你那样流氓的行径 你要不要盗窃 你一直说流氓长 流氓短 我像流氓吗 被蔡蟲一起串联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请中央去抓 八个字 你放心 你进土城看守手前 我提醒你 记得把曲棍球吞下去 那万一我没有进土城看守 是不是你吞球 讲清楚 你跳过海啊 搞这种小玩意的 你跳过海啊 你跳过海你还不要吞 如果没进去 我不跟你搞这种小玩意的 你们不过什么群棍球 小儿科啦 你不用跟我来追他 你对你这个流氓的行径 你愿不愿意道歉 我只想说 问世间情是何物 2016年6月 民进党着力布局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人士 意图换下韩国瑜 结果遭韩国瑜强势反击 当时韩国瑜舍战 段宜康王世坚的视频 一度在网络疯传 他也因此一席爆红 2017年1月 韩国瑜辞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总经理职务 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如果我有机会 干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再一次重申 只要理性的 对台湾发展有利的 我确定支持 非理性的 对不起 国民党温良恭敬 这也不让了 最终韩国瑜参选党主席失利 但却也积攒了高人气 2017年8月 吴敦义正式就任国民党主席后 第一波人事布局 就将韩国瑜派往国民党最艰困选区 高雄市出任党部主委 9个月后 韩国瑜正式获得国民党中常会提名 参选高雄市长 在没有经费 没有人马 没有竞选总部 没有后援会的情况下 韩国瑜依靠一碗卤肉饭 一瓶矿泉水 把选战打得风风火火 同时自带流量的他 善于制造网络议题 声势持续高涨 最终成功掀起韩流 气势如虹 2018年11月24日 高雄市长选举结果出炉 韩国瑜成功拿下89万票 以15万票的优势 击败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 结束了民进党在高雄市 长达20年的施政 也成功带动国民党的整体选情 一时间 韩国瑜成为国民党 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此时的韩国瑜 再度回想2001年 退出政坛的往事 不由感慨万千 这一高一低 就是17年 17年了 同学们 而且不是1岁到17岁 是44岁到60岁 在政治上都已经死亡两次了 那新疆我过了17年再起来 那我就跟17年前不一样 老百姓高雄市民投票给我 这么勇敢 99%都不认识我 99%不认识我 他投票给我 这么勇敢 那我就勇敢帮你打开一场 我们回顾起来 韩国瑜在台湾政坛的重新崛起 也不过是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到底韩国瑜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又是什么促成了韩国瑜的迅速崛起呢 李先生 就是说十四造英雄 英雄造十四 2018年韩国瑜出来这两样都有 第一个为什么说十四造英雄呢 因为那个时候 你要知道那台湾年度 联系几年写的字 一个是苦 一个是忙 忙就是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 那么的确呢 这个蔡英文呢 他可以讲说 那个时候不要谈两岸 谈施政的话 他很多地方是为人诟病的 这是一个形势 那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推谁出来 然后大家又有一个感觉 就是高雄呢 是你提个西瓜都可以当选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情况下 没有人敢碰 那结果没有人敢碰 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 这个形势造了韩国瑜这个英雄 那韩国瑜这个英雄 又造出一个气势 韩国瑜他这个人就说 他是 我是非常了解他 我是被他非常熟 那非常熟的 第一个他在小学中学 他的功课大概都是班上最后几名的 但是这个人就是 他不会讨人业 他就口才很好 那个脑袋很灵活 那后天他离开政界 然后到果菜市场了 那他跟这个果菜市场都是些卖菜的 他就跟庶民呢 他本来是外産挂的 眷村系统 然后这个是又跟本土挂的呢 大家能够凑合在一起 那到了高雄呢 他就会感觉到 开口的下 开口就是他的整个地气 语气很接地气 那另外就是 大家有一种感觉 因为民进党做表面 所以你回到高雄 他表面那个灯光非常绚丽 非常那个 可是他不做下水岛 高雄我倒不到一条平的路 那大家就感受 韩国瑜那个是很简单的 坑坑洞洞 倒是淹水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带动了 大家是有望地方 往民生 从这个角度去想 为什么高雄那么穷 然后呢再点出来 为什么 然后他就很简单 人进得来 或出得去 高雄八大财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 就是说在政治上 造成一个轰动的话 那这是一个造成 所以他也造成了一个形势 那形势也就造就了他 大家那个思维就是 民进党没有把高雄做好 20年上民进党没有做好 然后这个时候就感觉到 就说 这样一个人 可能会被高雄带来财富 所以他是这个歧视造成的 2018年底 韩国瑜胜选高雄市长 除了他个人的政治生涯 被推上了高峰之外 也有评论说 他也为高雄人提供了 新的思考方向 这才是他最大的价值 董先生怎么看 这个价值当然在台湾 是这几年都一直存在 因为民进党长期执政 长期执政对老百姓来讲 他总想说 是不是换别人看看 你一直讲你很好 那别人搞不好更好 你一直讲别人不好 他又没有做的机会 怎么知道他好不好 我记得那时候 台湾有一个布袋戏的大师 他去帮韩国瑜助选 那他演出了一部戏 这部戏很感动 叫做大闹天公 高雄这么久了 为什么不让孙猴子来闹一闹 对不对 他可以改变很多生态 那他说 我期许你韩国瑜 你到高雄 你如果当选以后 你就要大干一场 那很多人就听得感动 其实韩国瑜 2018年能够成功 他其实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政治局势 变化是非常大的 他的前一次选举是 2011年台湾的领导人选举 那大家都很清楚 国民党那时候是大败 而且他们最主要 他们不敢提九二共识 他们没有把两岸的问题 把它放在核心 他们害怕嘛 2018年最大不同是在哪里 韩国瑜高级九二共识的大旗 那带动了整个国民党所有的气势 所以他衍生了 就是我们囊囊上口的 后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这就是让人民的生活 经济水平都通通提高了 大家有钱赚嘛 这是最简单的 那韩国瑜这个是打动人心的 所以当你看到那时候 这些思考一个一个的进来以后 高雄人觉得说 我们应该给国民党一次机会 2018年高雄市长选战的成功 让韩国瑜迎来的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但是因为2019年7月 又成为国民党推出的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绿营团体随即发起了罢免运动 韩国瑜由此卷入了巨大的政治漩涡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2018年12月25日 韩国瑜正式就任高雄市长 上任后 韩国瑜展现行动力 全力兑现拼经济的承诺 但由于2019年年中 韩国瑜代表国民党 参加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引发部分高雄市民不满 多个绿营侧义团体 在台湾网络上发起罢免运动 过去的选拔法的设计 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一个人 竟然当选没有几个月交易选 我想这样的一个行为 说来讲就是一件事情就呈现 此后民进党当局操作 一波波的卡寒黑寒 有关韩国瑜的负面消息 也持续在台湾部分绿营媒体 和网络流传 让韩国瑜疲于应对 2020年1月11日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开票 韩国瑜以552万票 不敌蔡英文817万票而落败 拜选后的韩国瑜 立即回归高雄市长角色 但罢韩行动依然来势汹汹 4月8日 韩国瑜阵营一改过去 对罢韩冷处理的态度 转手围攻 发起法律战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申请停止执行罢免 4月17日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裁定驳回这一申请 同一天 台选务机关举行会议 审查通过高雄市长韩国瑜 罢免案宣告该案成立 并决议于6月6日举行投票 韩国瑜不服法院裁决 几度提出抗告 但均被裁定驳回 尽管韩国瑜试图通过 法律手段自救的路没有走通 但韩国瑜持续主打市政 防疫及振兴经济等政策牌 让罢韩回归市政讨论 5月15日 韩国瑜首度以视频感性发声 向支持者喊话 希望所有支持他的人 6月6日那天不投票 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5月18日 韩国瑜借着到高雄市议会 进行市政报告背询的机会 再次为请假参选2020的市 郑重向高雄市民道歉 去年我请假三个月参选 在这里要向市民朋友 致上最高的歉意 非常非常的抱歉 市长不在家 让市民朋友操心担心 5月22日 豪雨来袭 全台湾大雨滂沱 高雄更是首当其冲 韩国瑜打出政绩牌 马不停蹄地前往各地巡视灾情 高雄市民也意外发现 高雄市119个鸡烟水点 不到一天全部退水完毕 5月24日 霸函团体从韩国瑜 2018年三山造势的 起点齐山出发 举办霸函演习 当晚为反制霸函行动 韩国瑜再开直播 报告高雄对暴雨 应变状况的同时 也向市民温情喊话 淹水积水造成很多市民可能不方便 成为市场 要向大家来质疑 未来最少还要投资一年半到两年 我们希望把高雄说的主化 连根霸出 韩国瑜透过直播彰显制水成效 吸引了大批支持者留言肯定 这也让台湾媒体做出制水政绩 有助于化解霸函压力的评估 而在整个霸函过程中 国民党始终以冷处理为主打战术 希望让罢韩热度下降 进而降低投票率 6月6日是罢韩投开票日 结果显示 同一票数达939,090票 远超574,996票的门槛 罢免案获得通过 韩国瑜也成为台湾首位 被罢免的所谓直辖市长 当天下午 韩国瑜率高雄市府一级主管 向2018年投票给他的 89万选民一鞠躬 感谢投票给他的市民 也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 他并指责民进党当局 集结公权力和90%的媒体 全力攻击他一人 不照顾百姓 却将心力放在斗争 非常遗憾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以来 集中所有政府的力量 跨越各部会 摆通了几乎90%以上的媒体 几乎百分百的网军 全力攻打韩国瑜个人 抹黑造谣不断 一个做牛做马的政府 才是人民要的 一个做威做福 贪污腐败的政府 是人民所唾弃的 六日晚间八时许 韩国瑜又在个人脸书 发表1500余字的长文 质疑谁会是赢家 并称真正的胜负输赢 在选举落幕之后 才真正开始 针对罢韩案通过 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 六日下午发表声明致歉 称韩国瑜及高雄市政府团队 努力不够 让大家失望了 声明还称 国民党团全体领带 将持续监督此次罢免投票过程中 各项非法及违反行政中立的作为 要求民进党当局给民众交代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则表示 尊重高雄市民的决定 对高雄市府团队 没机会再为民众服务 感到遗憾 马英九说 未来将全力支持国民党在高雄的布局补选 争取胜选 而国民党主席江锦臣则批评 民进党用行政力量明目张胆操纵罢免案 对此表示谴责与失望 他并表示将积极寻觅补选人才 赢回更多高雄市民的信任 今天的投票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是国民党重新检视 继续深耕高雄的开始 国民党没有气馁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 我将会尽数 与韩国瑜市长 还有党内的干部磋商 讨论如何面对 接下来的普选挑战 面对罢免案结果 韩国瑜的情绪始终平和 但支持者非常不舍 更令人震惊的是 6日晚间一向支持 韩国瑜的高雄市议会议长许坤源 在住处坠楼身亡 对于罢韩结果 许坤源当晚出事前曾表示 尊重高雄市民的选择 也对市民失去认真改变高雄 努力让高雄更好的市长 感到非常遗憾 他脸书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一次谁会是赢家 罢韩行动喧嚣了大半年 让韩国瑜的执政之路 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这个结果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对于罢免案 韩国瑜的处理基调 基本上就是低调面对罢韩 高调推行市政 而国民党也是冷处理 来降低罢韩的力道 那么董先生怎么看待 韩国瑜跟国民党的这种应对策略呢 在高雄 他民众有一个情况 他就嫌疾的时候 他凭了个感觉 感觉就是说 我觉得跟你的气氛有没有相结合 就这样 这一次在选台湾领导人选输了以后 他回去高雄这么认真做事 那些人是看不到的 那他们你做的事情 他都用爷爷的 用消遣的 用污蔑的 用抹黑的 把过去的照片拿来说 现在的照片 然后对韩国瑜来讲 情何以抗 可是没办法去辩护 为什么 因为网路媒体都掌握在人家身上啊 就把你丑化 然后就说 韩国瑜变成是最大的草包 那 这些因素下去 混在一块使用的话 对韩国瑜来讲 招架无力 我觉得因为这次罢免 国民党当然也是很紧张 因为我们知道主席 江启臣也刚上任 那其实很多人想帮 包括马航九 包括王金平 很多人说 我们要下去帮你 那韩国瑜就觉得说 不要挑起对立 如果政党对决的话 会输得更厉害 因为民党现在气势最旺 那他现在的 这些所有的资源都在手上 他的网金 侧义 东厂 名嘴 然后媒体 然后网红 这些都完全一边倒 所以这个时候打其实不好 那政党不对劫的话 你变成又孤金混战 所以这场战 他打的是用很低调的 他的低调是怎么样 就到我回去 我就潜力做市政 那你马上就做出很多成绩了 譬如说双语交易 譬如说那些 水锅清了就比较不淹水 路灯亮了 道路平了 不再有五千个天坑了 这些其实立竿见影 所以韩国瑜 把他的潜力 潜潮跟潜潜潮 就是成绩跟谢长廷比下去了 他只用一年半时间 你如果再做下去的话 那这个城市风貌完全改变 人家会讲说 国民党真的是做得很好 所以他做不到一半 就赶快把他 把他罢免掉 这是整个 罢免案的整个背景 所有的说辞 其实都没有办法掩饰 民进党是害怕 他做得太好 如今半韩成功 韩国瑜将在短时间内 失去最重要的政治平台 黎先生如何评价 韩国瑜后续的政治空间和能量呢 我是觉得 这次你可以讲不公平 其实高雄市民也都会觉得 但是他会有一种感觉 政治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 有时候在高雄 你会很无奈 你知不知道 我问过高雄市民 以前淹水 好几天 现在马韩就退 你怎么样 以前三天不退 陈吉就会发钱 现在没有钱可以利 你钱一路 所以陈吉他大量撒钱 所以就是一个人民愚蠢 无知就是这个样子 我都感受到很无奈 那韩国瑜呢 那这个就好 那这是选举 第一个因为这个票数太 太那个了 所以他 我觉得他应该沉淀一段时间 因为要沉淀一段时间 慢慢就会传出来 民进党玩什么奥宝 这些就 高雄还是有点正义感的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挺寒 觉得他被那个果散拿掉 不公平吗 那这次为什么倒寒 觉得你这个德龙望鼠 所以到这个 让这些慢慢泄露 慢慢冷静去思考 这样子对他有那个 因为选举是热情 它是情绪 一个feeling 它是这个感觉 可是选完了 他会沉淀了 会冷静 会冷静在思考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沉淀一两年 他再出来 这个时候他又是变成了 当时是被不公平 压下去的一个情形 然后他不选 他都可以帮国民党来选 因为做一个见证 民进党是怎么样 用不正当的手法 把它做掉 另外这次霸函成功 对于2020大选 刚刚经历惨败的国民党来说 又是一记重击 有人就说啊 这等于是把国民党 直接送进了ICU 那么国民党未来要止血 再起是不是就更加的 难上加难了呢 对 那很多人讲说 好那下来韩国被罢免 国民党能够提出谁 因为我们台湾有规定 你要在这个地方撑险 要户口要在这里 至少四个月 那三个月之内就要补险了 所以什么将几层 什么出力都没办法补险 你会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早 把户口牵过去 我牵过去表示什么 表示我国民党认为 韩国一定会被罢免成功 国民党都没有信心了 那你怎么做都是为难啊 所以我周遭也有一些国民党的人 干脆想说 国民党干脆不要提名算 补险就让民党全部拿去吃 那看他们能够做出什么成绩 反正补险也不会赢 其实我知道高雄有些朋友 是很想险 但是很想险 就你险票可能不会很好看 只是打出自己的知名度而已 那如果这样以其一下技 阐输到这么难看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打击会更大 那当然现在国民党还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韩国瑜 他自己依照选报 他四年之内不能再选高雄市长 别怕人了 四年之内不能选 所以他现在他自己也没有备胎 那大家想说 你的副市长李四川很不错啊 那其实李四川人很正派 做事很干念 但是我知道他对于参选他一直没有太大兴趣 他过去在新北市是朱立伦的副市长 那时候地方人士也说要他选 不是要佛友宜选 都要他选 那他就没兴趣 没兴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这一招其实是很不好打的 这次罢韩成功 应该说啊 这个民进党终于得偿所愿 事实上呢 从韩国瑜崛起之初 民进党就对他一路围剿追杀 面对罢韩更是使出了浑身招数 那么罢韩这一局 民进党真的是最后的赢家吗 面对罢韩运动 民进党虽然一再宣称不会介入 但一直按住罢韩团体进行各阶段联署 在罢韩确定进入投票后 民进党开始直接跳到台前 倾全党之力 展现对罢韩势在必得的态势 5月24日 民进党经历那赵天龄 经过内部派系激烈厮杀 当选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后 立刻针对罢韩表态 他表示罢韩补选是他的政见 未来将邀请全体党员与支持者一起实践 呼吁大家6月6号站出来 一次罢韩团体在33所举行的各项活动 我们是民进党在33的比例的投票率也特别高 所以我相信这也预表了预告了 两个礼拜之后 我相信对罢韩的投票的投票率有信心 同时赵天龄表示 6月6号罢韩投票一旦过关 高雄市长补选的人选 他会向蔡英文推荐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陈其迈 蔡主席有征询我的意见的话 那我会很郑重地推荐 陈其迈负责人 原本应该保持中立的台行政机构各部门 在罢韩中则争相充当起了吉辛丰的角色 为了顺利举行罢韩投票 台选务机关主管李静勇 三度前往高雄视察选务工作 甚至不惜堵上自己的向上人头 面对罢韩团体 冒用台法务部门标志 法务部门主管蔡清祥居然称 这是可原谅的 看出来表明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 就会完全撇清了吗 如果可以原谅 我们让也可以原谅 因为像这个图案 我们表达立场以后 它已经改变了 另外台法务部门副主管蔡毕仲 对罢韩团体涉嫌发放 130元新台币抗军洗手液 竟称送竞选宣传品 超过30元的汇选标准 不是绝对的标准 而台内务部门警政主管陈嘉钦 称有黑道将去监票 令人将韩国瑜与黑道联想在一起 此外还有台湾高铁公司 在投票前增开12班车 让大学生享有搭乘优惠 连防疫指挥官 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陈世忠也说 居家检疫或隔离者 内心倾向可以投票 一众官员的言行 令人叹为观止 6月3日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才是 通过罢韩声明 鼓励高雄市民 6日踊跃行使罢免圈 此举被视为民进党当局 党政公家机器全面动起来 卯足劲全力护航罢韩 4日 民进党高雄公职人员 总动员协助罢韩 民代和市议员等轮流展开 两天的车队扫街活动 6月6日 罢韩投票揭晓 韩国欲遭罢免 蔡英文当天晚间 透过脸书表示 罢韩让所谓台湾民主 往前走了一步 这个结果是给所有政治人物 最大的警惕 人民可以赋予我们权力 当然也能够收回 但国民党前主席 洪秀助则痛批 这次的罢韩案 是一个非常丑陋 邪恶的伪装剧 罢韩程序及过程 完全违反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民进党当局 连最基本的行政中立都未遵守 甚至发动绿梅围剿 根本就是假借所为民主之名 践踏民主 制造仇恨对立 已然在台湾埋下 不公不义不安的种子 成为全民结书的民主丑闻 是台湾之耻 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 民进党操作罢韩 和以公权力介入的肆无忌惮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是不是可以认为说 整个罢免案 早就已经脱离了 当初罢免的初衷 根本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呢 大家要知道这次民进党为什么一定要 非要置韩国瑜于死地 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韩国瑜呢 他在市政府境内已经有传出来 他已经查出很多 陈局他们过去明显违法的东西 就像他最近讲的就是一个轻轨 你轻轨没有铺好 你怎么可以去买那个车厢 而且三十亿 但是盖了市长甲章 市长他又加一饼就几个章嘛 盖了甲章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查 还有陈局任内有将近两百个官员送进去 我请问你 这些人贪腐 是帮你上面贪 还是你上面无能纵容他贪 那么这是好 陈局又经说要去当这个监察院的这个首长 那么你再这样过去的话 以后整个 这也是许昆言自杀的原因 他觉得这个信息 因为他非常清楚 因为许昆言的背景 他是三教九都对我消息进来 那讲句老实话 陈局政府贪污不贪污 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的 八大行业知道 钱要送到谁那里去 甚至会知道 哪个警戒的贪不贪都清楚的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 现在一动 你法院又是这样跟着走 毫无你一个原则 那么我请问你 贪腐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今天 韩国瑜还在 他市政府可以抓到这个证据 再弄出来的话 陈局垮 蔡英文垮不垮 所以为什么把他放去 就是要淹这些案 还有这些案子 党国在台湾有一个 就是过了多少年就实效 就不能查了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他罢韩国瑜 并不单单只是 政治上的一个位置 而是要淹视他们后面那个 可是在这样来讲 司法不公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贪腐成刑 那最后受害的是谁 不只是高雄市市民 是整个台湾的政治风气 这次高雄 他赢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部署 这个部署是怎么样 部署就是说 整个高雄市支援 以后 陈吉迈这一届当了以后 下一次如果再连任就当溜连 他下来就是交给赵天宁了 这些都是部署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部署对民党来讲 他认为是水到 齐成 那对蔡英文来讲 由他公开来表达 我们前党 下去罢韩 这罢韩成功 而且选票 既然是93万多票 比韩国瑜得票数还高 那这个在台湾的 台湾的政治语言叫做什么 叫做收割 对不对 险前你们不是大家讲55%吗 你看我蔡英文都大忍耐 我投票前三天 我喊出前党进去的话 你看兜了四十几万票 所以这个就叫收割 那收割以后 变成所有车衣 大家又归回来 又奉民进党为正宗 然后蔡英文 他的分量又更重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玩的把戏 2020年对于台湾政坛来说 是拼完选举又拼罢免 蓝绿对抗的气氛也是日益升高 岛内舆论就只是说 无论是罢韩的结果如何 都会对台湾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 而且恶力一开 后患无穷 您对此有什么担忧呢 我今天讲一时代话 我在高雄 很多里长就已经私下在传了 我这个里的投票所 开出来票多少 是我将来跟 新的市长邀功的 要经费邀功的一个筹码 而是谁去给他们传这些话 对不对 所以你真正是一个台湾 就是说一个考虑这个选举崩击的 检察官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要去查这个 这个有没有影响选举 这个是不是在真实不公平 尤其你这个是中选会的 这个最高首长 你竟然带头当打手 那么像话 还有一个 我是读法律的 我最不能容忍就是 法律界 我们法律解释 法律有一个原则 就是一个条文的解释 要考虑它立法的目的 罢免法的目的是什么 罢免法的目的是因为 因为我是律执政 他是男就要把他罢免吗 这个是所有的 最后要理性的人来思考 所以这一次罢免 输掉的是韩国瑜 输掉的是国民党 但是输掉了 民进党执政政府 这个公信力 输掉的是台湾 对我们一个法律人来讲 输掉的是法律尊严 而且我们法律人都知道 一进去世 没有法治的地方 亡了也罢 你毁灭也罢 因为你迟早要走向毁灭 读书人要有骨气 法律人要有正气 而当官 当法官的人 当法律政务的人 你要有勇气 道德勇气 而不是挺蔡英文的勇气 所以这次来讲 整个来讲 挫败的是台湾 整个应该该有的一个正气 该有的是一个骨气 这个可能对台湾的杀葬力 会比韩国瑜下来 对台湾影响会更大 韩国瑜这次 为什么要罢免 他讲说 57万就可以够 他不是得89万票吗 那57万可以罢免 得89万票的 他的前因后果 其实就在民进党 他在立法部门 把所有法律 他都把它修改了 他想怎么样做就怎么做 所以他现在变一个无法无天了 那现在台湾会不会 因此罢免来罢免去 现在有人会喊出说 要不然来罢免 新北市国民党的侯友宜啊 要不然来罢免台东市 国民党的刘秀燕啊 就有人这样讲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些人其实政绩都很好 那所以其他的罢免 大概不太会成功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韩国瑜那时候带来的气势 到现在他其实是没有中断 他虽然说现在被罢免成功 但是同情他的人还是很多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就是目前的局势 当然对国民党 对韩国瑜来讲 都是很大的挫折 很大的强伤 但是他带来那种想法 其实对每个台湾的人民来讲 其实整个社会 整个政治 整个经济 其实他都应该再改变 因为不能让民党再这样再做下去 我觉得这一次的罢免成功 对民党来讲 他不一定是很高兴 很翻身雷动的 不是 他下来他思考 我所有东西我都拿入 我身上的时候 那我做不出成绩 我比不上韩国瑜 一年半的成绩 到时候我怎么去交代 我怎么再去经营想票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海博TV客户端 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下回